請請大家就是說 這個出血事實上可以做一個區別 就是說如果像剛剛提到是暗黑色的 代表說它是 那這時候事實上你臥床休息是最好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是比較鮮紅色 那就趕快要就醫 因為它代表說 那當然就是說 回去的話第一個就是說 也不要說絕對都躺在床上 因為你完全躺在床上事實上是不好 那你的身體是沒辦法放鬆的 那我們覺得說可以說伴坐臥的方式 那可以看韓劇 但是不要看恐怖片 不要看人生很驚恐這樣子 恐怖片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事實上在飲食上面也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那些太辣太刺激的 還有就是說有些補的東西 這個時候是不適合吃一些補的 尤其像是天氣冷 可能很多人會吃什麼薑母鴨 羊肉爐 那這些東西事實上它本身是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不知道 它的獨家配方加了什麼東西 那這些獨家配方會不會對胎兒不好 會不會對胎兒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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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對胎兒 會不會對胎兒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去注意的 所以我們說 這一段時間事實上要更 平常的飲食是更多的 好 所以前面這三關通通都撐過去之後 還有最後一關 我們看一下 令人緊張的狀況 生很久 最後生不出來 難產 這個有時候真的 那個嬰兒如果大一點的話 或是有些人講說吃全餐有時候會這樣 我覺得吃全餐 而且我寶寶超大 我的小孩 因為我的那個 太舒服了 也沒有陣痛沒有幹嘛 可是我知道它已經超過4000了 那我就想說這不行要去吹身 因為已經超過4000了 還不生不行 就打了一次無痛分娩 吹身 然後再無痛分娩 然後再兩支那個鬆弛還是什麼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藥劑 之後還是生不出來 然後醫生就說不行了 已經超過20個小時了 所以就開始幫我 醫生幫我破水 我還沒破水 醫生就幫我破水 破了水想說有水應該比較好生 也生不出來 然後養水流到最後已經很少了 他就說危險了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在第二天緊急 到已經到中午已經生了29個小時 生不出來 就推進去剖腹 然後要剖腹的話 要打那個下半身的那個 麻醉 我這支麻醉打下去之後呢 我就隔了一會兒 我幾乎沒有辦法自主呼吸 就是這邊都不會動 就很像那個潛水中與蝴蝶 就只有意識 我植物人 我很想要吸 可是所有的都不會動 通常醫生一撇 我的臉可能不太對之後 他就想到 他就幫我放一個那個氧氣面罩 那個放上去的時候 我真的好高興 我很想到 可是也沒有辦法 他這樣 就這樣 然後我就接下來 我那個時間感就不見了 然後我在醒來 我也不知道已經隔多久了 你有看到那個人生的亮光嗎 我先到 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你會覺得 就是到那個空中走了一遭 恍如隔世 就恍如隔世 你是完全都不知道 中間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剛剛你提到就是說 在麻醉完以後 你會全身那個 就是覺得說 沒辦法呼吸 因為事實上半身麻醉 它的藥是打在這個脊椎的 的這個 就是說它是把那個神經 給它抑制掉 它的感覺 那萬一這個麻藥 衝太高的話 變成說 我們正常是要麻到 肚臍上面的位置就好了 所以你上半身是可以動 是可以活動的 那如果說萬一麻的 那個深度太高了 就會抑制到你的呼吸的肌肉 你就會喘不過起來 這個是一個因素 另外一個比較常見的問題 事實上是血壓下降 因為麻醉以後 它讓我們下半身 這些血管都擴張 所以你的血壓會下降 那血壓突然 就是說正常血壓突然下降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腦部 有一點點缺氧缺血的情況 所以他會覺得 他的意識會比較差一點 那所以事實上 大部分應該是這個的情況 認為就是說 你好像聽得到 可是你的感覺是比較差 那這個 的確一般的這個 我們的在開刀房的做法 就是給你那個 就是氧氣面罩 讓你增加這個血氧的濃度 可是像我見過一個最慘的 是因為小孩真的太大 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的小名叫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出生的時候 台金 九台金 九台金是五千四百公克 一台金等於六百公克啊 對啊 那我兒子一出生的時候 就滿月了 對 妳是四千公克 他是五千四公克 他五千四公克那時候 真的他媽 真的完全是快生不出來 後來發現是什麼 因為媽媽糖尿餅 但現在媽媽真的比較幸運 他們都會監測 幾乎只要你 他怪人都會做那個血糖的人 是不是測熱 早年沒有啊 打算你什麼糖尿餅 一生五千多生又命啊 那你們在座有誰 認成糖尿的 我是 我有 我兩胎都認成糖尿 因為我是主張尿化 因為就不季口的媽媽 所以我的小孩太大 自然產 那些胎盤不是會自然流出來 對 對 結果我期待在外面 結果那個子宮頸關的時候 一定按摩十五分鐘 他不是可以把他推出來嗎 胎盤沒有出來 因為我的胎盤植入在最上面 他說因為小孩太大了 那個很危險耶 最後我就被麻醉 麻醉之後起來 就我先生說 醫生這半截手都是血 不知道是他怎麼處理 進去播出來 他手伸出去 他們進去播出來了 結果之後我明明就自然產 可是我整天我很暈 我躺在床上我不能動 我不能下床 對 我觀察了半天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生產大概幾個過程 第一個寶寶先出來 第二個是胎盤 可能在胎兒免出後 一分鐘到五分鐘內會 正常會出來 那如果超過這時間 按摩都沒有效 他都是沒有要剝離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就要懷疑說 這就是說植物性胎盤 那還有一般來講 剛開始就遷入就是說 他那胎盤跟子宮黏得比較緊 那再比較嚴重一點就是說 所謂的他的胎盤有一部分 看進去那個子宮裡面 還有一種是已經穿出來了 已經到了膀胱去了 那就變得很多有血尿的情況 那也有的時候胎盤真的沒有辦法下來 那就怎麼辦呢 就用收縮的要擺著 那就要注意他的腸後出血的情況 因為子宮收縮到一定的程度 有那個胎盤 他就會開始沒有血液的供應以後 他就會變得有點這種 乾枯 軟化掉 或是說老化掉 然後他慢慢的就會 就會流出來這樣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樣避免 譬如說這些認成糖尿 或者是避免難採 有什麼方法 第一個如果說那個 驗小便 那個如果你的尿糖都比較高 這個是一個危險因素 那第二個就是說你家裡面的 為什麼我們都要問很多的病史 譬如說家裡面的人有沒有糖尿病 這個也是認成糖尿的一個高風險 那第三關就是說 我們會做這個糖尿病的檢測 就是說我們在懷疑24到28週的時候 都會給媽媽喝糖水 喝完糖水以後去測這個 所謂的一個小時以後 或者說現在有更精細的就是說 會做三次的這個血糖的測試 那如果說你這個血糖已經偏高了 那我們就會提醒媽媽要注意 體重控制跟飲食的攝取 那如果說本來媽媽她本身 就已經有糖尿病了 那這個飲食更要注意 那體重增加還要再稍微少一點 不然寶寶會容易會太大 所以生產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 其實比大家想像中危險的問題還真多 對 所以大家回去後對自己也滿好一點 沒錯 謝謝所有的媽媽 然後也謝謝所有的醫師 讓我們可以健康地生個寶寶 謝謝你們 謝謝 也要大家記得 讓我們媽媽好的粉絲 過來幫我們按讚 讓我們來戲囉 拜拜 拜拜 她的黃神回復 寶寶擦保養品 都是媽媽想太多 我還是我是個好媽媽 所以我譬如說 如意都幫小朋友塗 然後出門也會塗防曬 可是阿公媽都說 阿長要費工 對 太麻煩 以前你也沒這樣 照得要不要 因為其實那些很花錢耶 你多小給他塗 那個保濕的乳液 乳液就是洗完澡就一定塗 出生就開始 是 其實沒有必要 正常的小孩 摸起來皮膚光光滑滑這樣 其實不用刻意保濕 有些還保濕 保過頭來長熱脂 可是他們就想說 不塗的話 會異味性皮膚也會 摸起來乾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塗了 但是一般的孩子 如果是光光滑真的不要 如果你已經乾 表示你是有異味性皮膚 用過敏體質 那你選的話 就是要選 沒有香精的 異味性皮膚很專用 沒有一些致敏的成分 我覺得保濕大概就是 正常小孩沒有一定 那至於防曬的話 當然現在都是建議說 如果你要曬 衝鋒半小時以上 你可能要塗一塗 那這樣的話就不分 你的皮膚本身是乾還是濕 你反正要去曬太陽 也是一樣挑選 兒童專用 這很重要 因為很多防曬裡面的成分 它不適合給小孩子用 所以兒童專用 一樣沒有一些香精防腐劑 那通常裡面 這個很難跟你一次講清楚 但是有些成分呢 是不希望出現在給小孩用的 有一些成分是 小孩用的很安全的 讓我覺得這個是 你可以挑選的一個方法 那係數咧 比如說大人是覺得 越高越好50 超過50表示他要騙你 因為現在基本上 我們50是頂端 不可以再高了 再高表示你有這個 化粽取蟲之嫌 了解啦